嗨 大家好 就是很多網友會留言或者是私訊我問我一些日文的問題 那我覺得有很多問題問的還不錯 那這些問題我覺得是很多在學習日文的人會碰到的問題 所以想要在這一集藉由回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幫大家理解一些日文上的觀念 或者是一些學習日文的技巧 好 那我們開始囉 第一個問題是說想要請問一下之前你是如何記自動詞和他動詞的呢 因為第一次看到不太會分 自動詞跟他動詞確實對日文初學者來說算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一個地方 但我覺得有一個觀念要先搞懂什麼是自動詞什麼是他動詞 自動詞就是指動作的效果不會觸及置他物的動詞 像是跑步的走 或者是開花的走 跑步是自己跑不會影響到其他人也跟著你一起跑 所以是自動詞 那開花也是 作這個動詞也是一樣 作這個動詞也是一樣 花是自己開的 所以是自動詞 而他動詞的意思是動作的效果會觸及置他物的動詞 比方說吃的食べる 或者是閱讀的読 都是他動詞哦 吃這個動作會觸及到你所吃的食物 所以是他動詞 同樣読所觸及的對象可能是文章報紙雜誌 他的效果會觸及置他物 所以也是他動詞 也因為可以用有沒有觸及到其他對象來區分自動詞跟他動詞 所以我們在看句子的時候 如果沒有目的語 他也可以成立的動詞的話 那就是自動詞 像是カレが走る跟サクラが咲く 這裡面都沒有目的語 那如果是私はパンを食べる跟私は本を読む 這兩個目的語分別是パン跟ホン 麵包跟書本 那有動作觸及的對象 所以這兩個是他動詞 就是你初學的話 你只要記說前面有O是他動詞 前面有ガ的話是自動詞 那等你日文學到比較高級後段一點的話 你大概就會知道說 什麼樣的動詞是他動詞 什麼樣的動詞是自動詞 簡單講的話大概就是這樣 好接下來這個問題是一個情境的問題 這個人他說 假如現在在車上然後外面在下雨 想問車上的某一個人有沒有帶雨傘 然後他就說 然後那個人就好像不太知道網友想要表達的意思 他想問我說他這句日文是哪裡出問題了 好首先就是你的問題就是你用了 在最後面加了一個NO這個詞 那這個NO有什麼意思呢 通常在句子後面會用NO 是在一個你知道有前提的情況下才會用NO 然後你在這句話裡的最後用NO呢 要提醒對方說 我有這樣的一個前提存在 會讓人家想起有一個前提存在的時候才能用 所以當你用 KASA MO TIKITA NO的時候呢 是讓對方知道 喔我知道你有帶傘 所以翻成中文就是 喔你把傘帶來了呀 由於你在這句話想要用的情境是 問對方有沒有帶傘 所以對方會覺得說很奇怪 欸你怎麼知道我有帶傘呢 他要解決這種尷尬的情況的話 你只需要用KASA MO TIKITA 或者是KASA MO TIKITA NAY 這兩句單純的疑問詞就好囉 好接下來這題也是情境題 他問我說他碰到一個問題想請教 他說 結婚していて子供が二人います 其中的いて是什麼意思 有什麼樣的作用 好那這個呢 是初學日文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 提形 提形 那提形是什麼呢 那提形在句子裡面的作用 就是把原本兩句獨立的話 連結成一句的時候 就要用提形把它們兩個連在一起 結婚している跟子供二人がいる 如果你想要把這兩句話連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你必須要用て來連接上下兩句話 所以你問我的這句話其實是要分成結婚している跟子供が二人います 表示說我結了婚然後有兩個小孩的意思 所以不是說什麼いて 是一個句子或是一個單字 他就是結婚している的提心 結婚していて子供が二人います 就是這樣 好那最後一個問題 是我覺得非常棒的問題 是很多日文初學者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為什麼會是這樣 但是書上都不會解答你的問題 就是他問的是這樣的 他說 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單字裡面有的音節 要變成卓音 舉個例子 像是青白い這個詞 它原本的裡面的白い 是唸成白い し 但是跟青組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變成 じ 變成青白い 原本單獨使用的話 是唸お金的金 然後它跟あり連接在一起 變成ありがね 從か變成が 是為什麼呢 這是什麼樣的變化 是有什麼樣的規律 還是有什麼特別的詞 來稱呼這種現象 這個現象它在日文中叫做連著 日文中的連著現象指的是 被母音夾在中間的無聲子音 會變成有聲子音的現象 也可以說它是為了讓音更好發出來 而產生的現象 那會發生連著現象的規則 其實蠻多的 像是一個複合名詞裡面 已經有著音的話 連著就不會發生 比如說人名中島 這個詞可以念 ナカシマ 或是ナカジマ 同樣是島 但是在長島這個姓氏裡面 它只會唸成ナカシマ 這是因為在長島這個字裡面 已經有一個ガ 這個著音了 所以裡面的シ 就不會再著音化 還有另一個規則是 比如說複合名詞裡面 有兩個名詞是屬於修飾關係的時候 也會產生連著的現象 像是クサバナ這個詞 草跟花是屬於修飾關係 所以它會連著 在看另一個 クサキ 這個詞 它只是單純表示 有草跟樹木 所以它沒有任何修飾關係 那這邊的キ 就不會變成 那以上就是我回答大家的 日文問題的影片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學習 那我覺得大家問的問題都非常有趣 又可以讓我重新思考日文的 文法上的問題 然後也讓我更加覺得 哇日文這東西真的是很有趣呢 好那如果你還有其他的 日文問題想要問我的話 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私訊我都沒有關係 如果谷歌可以查到的問題就不要問我 因為這樣子 比較能幫你節省你的時間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問一些 像是這種文法的問題啊 就是可以幫助其他人一起學習的問題 因為你的問題 很有可能就是大家的問題 那希望大家都能在日文學習的路上 學得很愉快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我有Telegram的官方帳號囉 這個Telegram其實是有點像是 我們的Line一樣的東西 那我不會每天都吵你 我一個月頂多給你發四五篇的 有關日文學習 或者是日本工作生活相關的資訊 在上面 那你加入我的Telegram的帳號之後呢 你會比其他人都還要 找得到有關日文學習 或是日本生活工作的文章 或是影片 那有興趣的朋友 我會把我Telegram的連結 放在資訊欄下方 那有興趣的人就自己加入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